嘿嘿 我聊四季 天梯的我可心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再來介紹一下 紅方選擇的文明是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擁有血量最多的生率 原來他每點一個生率科技 血量可以多5滴血 那到了後期 現在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原來多了一個虔誠科技 這個小型的救贖思想 阿茲特克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這個步兵 因為他的龍冠戰爭 精冠技術的關係 可以讓自己的長槍兵 劍兵勇士 老鷹暴龍士 傷害再多加4點 這個傷害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 阿茲特克是沒有擊兵的升級 所以遇到對方騎兵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使用自己的老頭 配上槍兵 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生時代的時候 有這個折扣的關係 但是他在一般的 陸戰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 所以義大利人在阿拉伯來說 算是一個 能練配置的文明 因為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你的義大利人 只要配置練得好 基本上你去玩其他文明 只會玩得更好 不會玩得更差 所以義大利人也是我蠻推薦的一個文明 那義大利人呢 他是擁有三攻三防 全部都有的一個文明 甚至連品種大洛瑪都有 所以他不管是要打騎兵步兵攻兵 都是很適合的 也是非常新手去練習的一個文明 那義大利人呢 這個熱奈爾奴手 還可以對遊俠造成大量的傷害 所以如果遇到馬國的話 義大利人只要轉出熱奈爾奴手 跟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就可以做個應對 所以義大利人本身後期的科技線 也不會太差勁 甚至可以說是什麼都能練到的一個文明 缺點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但是他省下來的這個深時代的資源 某種程度來說 也算是一種經濟補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義大利這邊的地圖經濟配置呢 看起來問題不大 這裡要圍稍微小圍還是可以的 但這個金礦可能會有點難圍 那配置的話是配了四個人木頭 那上方是三木 這邊配三木 沒有配到四木 慢慢配 那一開始也是要趕快把肉給吃乾淨 那這兩位呢 是知名的Hera跟Hot 兩邊都是非常頂尖的玩家 那最近這個觀戰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名字都會消失 都要自己手打上去了 好 這邊看到義大利人 居然是已經放下來了 補下來的東西使織布技術 這邊先補個織布 輪上500肉嗎 唉唷 很極限啊 剛好封建時代點上 好 魯肉收一收 豬也是 然後開始補棒棒了 點完封建時代棒棒趕快按 好 這邊出門 OK 兩棒棒棒 唉唷 三棒棒 義大利人三棒棒 其實蠻那個的 蠻微妙的 因為他本身是不太會去升 劍兵勇士文明 到了帝王時代他有免費的傭兵可以打 不太需要升級喔 就可以拿來使用的步兵單位 所以這邊裝甲可能還是會升喔 升三棒棒的裝甲是比較常看到的 三隻棒棒變成裝甲的畫面喔 這裡應該會升喔 因為這個軍營沒有蓋好 對方射箭場沒有下 這邊直接升裝甲 可以空到他的這個軍營 跟射箭場出來的時間喔 所以這邊裝甲一定要下的 這裡不下太可惜了 那又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帝王時代不太會升劍兵勇士 所以這個裝甲步兵 可能是只有封劍時代會用 待會城堡塞帝王時代 可能也是不用到步兵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首殺 是這個HART拿到的 那目前經濟來說 還是一帶一人正面領先 這邊是三人挖金 正面的部分要補射箭場了嗎 唉唷金補了欸 在這裡 OK 射箭場搞會補 這邊看到射箭場也補下去了 但金礦現在是控住的 所以待會看要不要挖這一坨金喔 會比較好 他可能會盡全力把這個金給控制住 這邊肉馬過來 想要抓掉兩隻村民 那這兩隻村民一直在打肉馬 肉馬殘邪 但村民被抓掉了一隻 OK 這邊HART好像有點尷尬 結果金是要挖這一塊嗎 那要不要投資一根箭塔呢 想要直接圍起來 唉唷 可能會打破喔 尷尬啦 打破了 趕快再圍 趕快圍 趕快圍 完蛋 這隻村民被關在裡面 要從下面出去了 唉唷 出去了之後一拳打死肉馬 然後再繼續圍 唉唷 這手術好快阿 這裡要趕快圍一個房子 這裡圍也可以 可以 可以 好 那這樣金礦 確實就可以確保住了 那看到這個奪回黃金的方法 還蠻特別的 好 左邊稍微把資源點圍一下 那目前已經死了三村的HERA 還有機會打得贏義大利嗎 那義大利對上阿茲特克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他什麼都能打的關係 那只要遇到阿茲打一個步兵爆 自己也可以打出大量騎士喔 進行反制喔 或者是打這個 熱奈亞弩手 那熱奈亞弩手我是覺得還好 如果打上阿茲的話 轉火槍更適合 畢竟義大利的火槍也比較便宜喔 所以帝王時代 可能阿茲會比較難打 那城堡時代的時候 可能是義大利人最難受的時期了 所以這邊義大利人 應該趕快累積一下自己的優勢喔 把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老鷹稍微出一下 工兵繼續繞 繞到上面有一坨村民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廠 待會要來補下一級射 左邊過來 OK 兩邊都有一級射了 有一級射就比較好反之回去 但對方一級射先好 先把自己兵往後拉 先射掉前方的裝甲步兵 射掉兩隻 第三隻裝甲也倒下 但是裡面兩隻村民都被射死了 義大利這邊拿到五村的優勢 太狠了 但阿茲這邊剛剛被控的關係喔 這個TC敵業來到一分鐘 村民差距這裡已經來到了八村喔 不是六村這麼少而已 這邊老鷹往前爆打 反擊了老鷹回去 但是拉得太多村民了吧 大概拉四四五隻過去就好了 趕快回去把它伐木 OK 家裡的問題擋住工兵 被體力殺掉了一隻 放眼反殺了老鷹回去喔 那阿茲這邊是全面潰敗啊 一定要趕快按多一點兵防守 這個怎麼射到路了 這隻路殘血剩一滴 好 毛兵稍微反擊回去 現在有一級工兵鎧甲 遇到對方的小工喔 沒這麼痛了 OK 兩隻毛兵把剩下的工兵給減掉 好 那這邊義大利了 要趕快升到城堡的時代 這裡先暫時轉出毛兵出來 工兵要繼續出的話 要等一下喔 好 這邊可以繼續出了 OK 轉一些 唉唷 雙射箭場 唉唷 雙射箭場 雙射箭場 難怪可以邊按毛兵邊按工兵 我想奇怪怎麼可以這樣子 OK 雙射箭場 這邊工兵可以繼續出了 那為什麼這邊一定要轉毛兵喔 因為如果這邊不轉馬就的話 毛兵要稍微出來擋一下 大量的工兵喔 一定要升到奴兵 才能反擊回去喔 那義大利人剛剛利用自己的 時代升級優勢喔 時代升級資源非常少 迅速點下城堡時代 時間差距來到了一分鐘喔 那阿茲現在是落後六寸的狀況 可能不只六寸 待會升上去再按兩寸 還是會落後八寸左右 那這邊義大利人 趕快轉一下馬就出來 OK 有轉馬就 馬卡也升了 那待會升級好時代 一定要先按奴兵喔 跟這個騎士出來喔 奴兵二級射 但工兵數量越來越少了喔 這邊可能會送光 哇 這坨的工兵尷尬 好 那奴兵升級好 看到對方的毛兵 騎士可以開始無雙 阿茲一上去喔 趕快先下修道院 這裡再補了一個軍營 三個軍營 再爆老鷹 那這裡到底該不該爆這個槍兵喔 答案是否定的 這裡不要爆槍兵喔 這裡爆槍兵 只會被義大利的工兵給壓制住 這裡最好是補修道院 然後趕快按這個老鷹升級 OK 那HERA這邊是確實這樣打 武俠護衛技術跟老鷹升級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升上去了 煙勇士升級也是立即完成 好 三隻騎士過來 射掉了一隻老鷹 好 封面開始往後拉 騎士第一時間被包夾 數量壓制 這就是我們上一個頻道常說的 老鷹只要數量夠多 還是能打頂騎士的 直接頂到老頭 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這邊騎士騎士有點殘喔 打起來的話 阿茲可能會贏喔 這邊一直用弓兵的射程優勢 去換掉老鷹的一些血量 OK 先把毛病換光 老鷹第一時間收掉一隻騎士 這邊細節交戰喔 來看一下怎麼打 黃金現在非常缺乏了 這裡趕快多人挖金 三個軍營 繼續纏老鷹 由於剛剛是賣石頭上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現在阿茲 這裡要先夾住 才有可能開城堂中心 這邊拉了一隊 老鷹去打工兵 這邊很細節喔 這邊確實該這樣打 那自己的老頭不能招牆 趕快抖動一下 殘血人能收掉啊 剩一下 哇 最後還是射死了 OK 那這邊有點兩敗俱傷 騎士全部送掉 老鷹這裡也是只剩下四隻而已 兩邊都沒有過得很好 然後義大利人這時候才撲下第一個城鎮中心喔 前方壓制打的還是挺兇的 那義大利人遇到老鷹喔 就是城堡時代會比較麻煩喔 因為他城堡時代並沒有辦法很好解他 除非要鬼短一波長劍兵喔 不然就是要直接出騎士 但騎士這東西又會被對方的阿茲老頭給招牆掉 所以義大利人在城堡時代對上阿茲特克的手會顯得很難打 就是這個原因了嘛 那當然你可以繼續出公兵喔 但數量要夠多 那你數量那麼多的情況下 對方老鷹的數量肯定也是比你的公兵多的 所以這邊轉公兵似乎不是太好 轉騎士或常見兵喔 或是肉滿 都是義大利可以的選擇 OK 左邊的阿茲老鷹 四隻 右邊有三隻 總共七隻老鷹 在義大利家裡 開始繞來繞去 OK 補下了一個品種 好 解掉右邊的老鷹 這邊聰明也是被擊殺到幾隻三村被拿下 義大利這邊聰明樹還是領先 45村對上57村 差距12村了 好 那Hara這邊有細節稍微講一下 由於他剛剛是上城堡時代喔 然後是賣石頭方式 但是他這邊用把石頭給買回來喔 然後趕快開下城鎮中心喔 這個是我比較推薦的一個打法 如果你是賣石頭上去的話 你要再挖石頭開城鎮中心 其實是蠻花時間的喔 你不能脫離開龍騎喔 太久 這樣經濟會完全跟不上對手 會一直被對方滾雪球就完蛋了 對這邊Hara得個細節喔 還是有做到的 好 這邊騎士上前彈一下 回頭打個幾下 應該是能殘血跑掉 再一刀 好 騎士過來回舊 老頭著想一下 還好老頭應有抗著想的能力 右邊終於為死 那大概城堡時代就這樣子了 應該不會再繼續暴打 因為再繼續暴打下去 對兩邊都不會太健康喔 可能就是小打小鬧 這邊開始進入開龍騎了 阿茲特克這裡補下了 第三個城鎮中心 義大利這裡卻沒有補下 這就有點危險喔 聰明樹開始慢慢被追上來了 這邊騎士稍微打一下 老頭應該有機會招想到 但是沒有成功 阿茲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這邊有非常多的老鷹直接衝過來 義大利人這時候再挖黃金 這一波打起來可能騎士會卡不住 老鷹的數量實在太多 十八隻 這邊總共有七隻騎士 現在在阿茲下來繞來繞去 但是家裡有老頭防守 應該問題不大 好這裡再圍一下 騎士狂盾正前方 右邊圍死 OK夾住 騎士繼續吃 吃掉剩下的老鷹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搞定了 這一坨老鷹手下 右邊這裡還是衝破了 黃金礦的村民的防線 這裡防線被打破 騎士有點殘血 細節拉走 但是差一刀有機會拿下嗎 這邊一隻騎士 勾引到三隻老鷹 還蠻賺的 看到這邊回救 老頭也搬到了前線 想要來支援 但前線的老鷹全部被收拾乾淨了 義大利人這邊村民樹已經被追上 兩邊都是棋士村打棋士 這裡趕快收一下 差一點就可以挖出一棟城堡了 還是要買個一百石頭呢 這裡收村有機會到六百五嗎 唉唷 六百五了耶 可以喔 這邊蓋堡的話可以蓋在這個斜坡地了 現在這裡被壓制住了 看要不要直接補在修道園這裡 這個高地其實蠻適合下城堡的 這邊肉馬過來解一下 一刀 兩刀 三刀 解掉了一隻老頭 三隻老頭直接倒地 沒有老頭的情況 義大利人就可以輕鬆騎士 反制老鷹回去了 所以這邊義大利人 確實打這個老 這個肉馬加騎士的策略 是對付阿茲最好的選擇 好 前線這裡開始在挖黃金 阿茲已經把自己的主金挖乾了 這連黃金冰打的也夠兇 好 這邊夾住 老頭招強到了一隻騎士 兩隻騎士 OK 歐馬解掉老頭 前方老鷹繼續追 阿茲這邊其實要趕快補下二攻會比較好 這邊畢竟老鷹的數量容易堆疊 但傷害並不高 好 傷害先上去的話 打對方的馬會更好打一些 但這邊似乎沒有想要上二攻 想要先升帝王 再去升工坊 好 這個騎士想要找牆 但自己刪除掉了 好 阿茲這裡補帝王嗎 欸 差一個大雪是不是 整個東西 OK 補個大雪 這裡才可以升級上去 好 義大利人這裡補下了二級伐木跟輪軸 好 點了帝王時代 還有兩分半 好 這裡收掉了一隻村民 好 在高地補了一根城堡 義大利人補了一下護衛技術 看來義大利人帝王時代想要打這個傭兵 好 反擊一下老鷹的問題 好 沒想到打著打著兩邊經濟卻差不多了 但目前來說 應該還是阿茲特克 這邊有經濟上領先了 畢竟他每一隻村民都有這個加三支援攜帶量 所以阿茲特克到前中後期 經濟量都不會太差 所以目前應該還是阿茲贏 看他經濟 好 果然阿茲贏了五百多支援左右 雖然義大利前面贏村贏很多 人家有經濟加成 但義大利卻沒有 差距就顯現在這 好 這塊石頭要趕快找機會挖一下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阿茲 印發技術跟三級板甲先點了 待會老頭遭翔也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三隻四隻肉馬想要去抓老頭 但家裡一隻老頭都沒有 把老頭全部往前派了 接個城堡也陸陸續續的補下 直接點一下銀罐巨盾 巨盾科技點下之後呢 護兵 傭兵的防禦也會提升 還有熱娜弩手也會 看來很明確的是想來打傭兵反制 因為騎士的造價太貴了 傭兵顯得便宜一點 但是也是要35斤 但跟騎士的黃金造價比起來 出兩隻傭兵 還不會等於一隻騎士的黃金造價 賺起來還是傭兵省了很多錢 而且移動速度跟騎士比 慢了一點點也不會慢太多 甚至可以追一下老鷹 所以老鷹只有1.26 然後傭兵是1.32 用傭兵打老鷹確實是一個好方法 而且被招牆掉的話也沒那麼心透 一隻35塊黃金而已 好 左右兩邊都被老鷹亂竄 但是傭兵已經快要行程好 那義大利人並沒有直接上三攻 而事先補下的話 學要轉出火槍兵來抵擋 火槍兵打老鷹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 這邊還在追 這邊Rush進去 義大利人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目前還有119村 阿茲特克是127村 好 那我是覺得 現在來到18隻傭兵喔 這裡補下三攻可能會比較好 數量夠多的情況 先升攻擊力CP值很高 弱馬騎士也能吃得到 這三攻加成 好 看阿茲這裡已經準備好 更多的巨型頭11準備開拆 而且已經轉出了暴勇士 這邊暴勇士打傭兵殺害非常高 但是義大利人的火槍相當便宜喔 這邊是克制你的克制阿 你要轉手我比我都已經想好了 跟化學補下 就是等著這一刻阿 等你暴勇士過來 大人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時代變啦 開槍 好 後方直接鬼放一個軍營 居然義大利這裡沒有發現 那這邊應該可以繼續按老鷹 從後面開始亂鬧 好 當然右邊這邊也是開始往前繞 右邊補了一個軍營 好 那這個情況 然後義大利就可以轉肉馬 配火槍跟熱納爐手 或者是轉強弩 但是對於阿茲來說的話 我覺得轉出熱納爐手 是比較難採一點的 這個強弩雖然升級要更多一點 但是也比較好量產 這裡火槍轉強弩 然後配一些肉馬 去針對對方老頭 當肉盾也不錯 但是還可以去逼低喔 畢竟義大利人大肉馬 後期也是三攻三防全滿的 燒了後方也是相當方便 只是要先把這個升級給升上去而已 好 那現在義大利 覺得自己威... 有這個軍事上的優勢 讓阿茲特克這邊直接退兵了 嗚 再一刀 OK 阿茲特克這邊先升的三級射 要轉這個紫毛器毛兵了嗎 那這個毛兵呢 傷害是... 跟帝王戰矛的傷害喔 射程是一樣的 那好像又沒有想要轉戰矛的樣子 好 這邊阿茲轉出的是 金瑞老鷹的升級 戰矛兵跟紫毛器 最後還是要省一下紫毛 那如果阿茲不轉紫毛器的話 打火槍最好有辦法 就是升這個重型投死機喔 那重型投死車 最大的問題就是害怕義大利的火炮 所以這邊轉戰矛 這個三級成本會小一點 唉 至少直接砸掉兩隻 好 暴勇士抓到了上方的軍營 直接手撕掉 後方的軍營也是派兩隻單位 去稍微拆除一下 好 阿茲補下金冠 龍冠戰爭 待會暴勇士跟老鷹喔 就變成八加九老鷹 傷害有夠益氣 好 這邊變成十加八暴勇士 還沒升金瑞喔 升金瑞攻擊力會再更高一點 兩邊開始把自己的攻防 全部提升上去 義大利人這裡補下三級 馬卡 肉馬也在繼續按 但是沒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升級大肉馬的升級 好 阿茲特克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現在要來拆除建築物 傷害非常高 哇 工程工程師傷害一好之後 巨頭拆建築物好痛啊 阿良肉馬直接上前 要不要先攻擊一下巨型頭司機 後面有暴勇士 暴勇士第一時間上去 想要掩護老頭 結果老頭第一時間倒地 前方的肉馬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有些肉馬去打戰毛兵 但是戰毛兵在後方 一直攻擊後方的火槍 前方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並有第一時間拿下 這裡顯得有點可惜 但是火槍繼續拉打 但植毛器已經升級好的關係 現在一直戰毛射程非常的遠 戰毛現在射程有這個 噢靠 獨家是九點射程 火槍是只有七點射程阿 怎麼打都會被吃光光阿 哇 這邊直接打出了 GG 最後使用自己的所有的強勢科技 老鷹暴勇士 還有這個戰毛兵 把攻擊力跟防護力全部提升上去 最後使用一些老頭阿巨頭 慢慢拆除 這應該算是對馬國跟火槍國 最好的打法之一了 雖然沒有攻城性 但是靠著這些戰毛兵跟老鷹暴勇士 搭配組合 還是可以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明明阿茲前期都是被壓制住的 但是卻輸給了沒有經濟加成的 所以算是義大利 那也算是義大利後期 比較難打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阿茲特克拿下65944資源 引了快要 六七千左右的資源 非常多 生物來到四個生物 四生物產出的這個黃金 再加上他的團隊加成 每一個生物可以加到33%的黃金 四個生物就等於是五個生物了 甚至快要5.3個 這個生物的數量 那KD方面呢 果然還是義大利人 比較優秀一點 雖然前面的騎士跟肉馬 還有這個傭兵 直擊殺老鷹的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那阿茲特克呢 不愧是老鷹暴第一國 殘老鷹的速度夠快 高數量殘起來 雖然前期差點被打趴 但是硬産産使用老鷹跟老頭 把對方的這個配兵 給壓制反制了回去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